指数面临中长期均线,多头围而不公,后市会否久盘必跌呢? 存量框架之下,消费和科技板块,翘翘板的效益明显,如何踏准操作节奏呢? 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关注谈谷论金的微信公众号,发表留言,参与节目互动。 您如果想要登台亮相,发表真知灼见,可以在谈谷论金官方微信之下,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稍后会有小编联系您。 好了,话不多说,马上把时间交给袁建新和今天到场的嘉宾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袁建新,你好。 李婷你好,确实像李婷所说的,最近一段时间,似乎是为而不公,上方的一个高点始终无法突破,但今天似乎有了一点模样。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股卷土重来,那市场的行情是不是能够向众生方向来推进一番? 那我想这可能是我们今天看盘以后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这个问题也请我们的投资者一块来跟我们思考,也可以把你的看法写给我们,我们通过这个滚动字幕的一个方式来展现给大家。 那其实呢,今天为什么会出现科技股的卷土重来? 那我想主要是几个原因,一个呢,隔夜,海外市场出现了一个大涨,原因呢,是在于什么呢? 在于美国的一家高科技生物公司,相应的这个新冠疫苗有了新的一个进展。 仅仅是做了四十五个案例,发现有新的进展以后,整个世界股市呢,昨天是为之一正,这是一条消息。 那第二个呢,国内有政策也在落地。 那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我想跟目前情况下,世界金融市场所面临的重大的一些矛盾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很显然疫情影响了金融,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一个经济。 所以摆在目前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海外市场疫情什么时候能够控制住? 第二个,经济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复苏以后打产? 对海外来说呢,可能这两大矛盾同时存在。 所以正在面临复工这个档口,发现疫苗这件事情可能要有着陆了。 那这样的话呢,市场投资者的一种情绪就一下子起来。 所以美股出现了一个大涨,欧洲市场同样出现了一个大涨。 但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目前已经是复工复产, 正在下的打产的一个目标挺进。 所以政策的一个落地,助推了一发。 所以今天的一个市场走势呢,就慢慢起来了。 那我想主要是这些原因。 但在盘面的一个角度来说,似乎上午并不是这么回事。 上午我们可以看到高开以后慢慢滴走。 原因在哪里? 刚才李婷刚上来就说了。 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围而不恭嘛,一直表现得比较拖沓。 所以造成心理上有一个不顺。 一下子涨那么多,会不会回途啊? 那所以这样一想呢,买盘就不计。 所以造成今天上午一波一波的回落。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市场的一个情况。 那这张图呢,是创业版的一个走势图。 其实进阶段呢,确实在上方是唯而不恭。 包括今天最高2144.98。 你前面的这个位置啊,这一天是最高是多少? 2145点。 只差毫厘,今天还是没有把它拿下。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市场的一个盘面啊,决定了市场的一个走势啊。 从今天当天的一个走势情况,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开盘以后呢,一波上行回落,再一波上行又回落的一个走势。 中午前后呢,甚至有投资者感觉上有点沮丧。 会不会又来一次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 其实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资金的一个情况,可能感觉就不一样。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啊,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向的一个情况。 那从今天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向情况来看呢,确实第一个小时, 我们可以看到深股通是大幅上涨。 护股通呢,也有上涨,但涨幅不如深股通。 之后第二个小时呢,深股通是有明显回落的。 那我们知道深股通呢,可能在高科技的领域啊,琢磨更多啊。 而护股通这边呢,消费的领域可能更多一些。 它倒是第二个小时能够横住,但是下午情况就不一样。 一开盘以后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深股通是开始了连续上攻的一个走势。 到尾盘的时候呢,翘了一个尾。 那今天最后的一个情况呢,护股通接近15个亿。 深股通呢,接近35个亿的一个流露。 那很明显,今天的一个资金流露啊,跟昨天相比是右上的一个台阶。 并且深股通表现非常的一个充分。 所以从这一点已经可以看出, 今天高科技又资金在给它助推。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板块的一个涨幅板的一个情况啊。 基本上清一色啊,都是高科技啊。 什么深化甲,中性国际概念,光刻胶,淡化甲,大基金概念。 涨幅都是超过5%啊。 接近6%起板,最高的是7.64%。 那这是涨幅前列的,以高科技为主。 那么跌幅前列的呢? 我们发现啊,黄金股啊,这个前两天涨过了啊。 那么今天呢不行了。 乡村振兴大豆总业啊,包括冰雪产业啊,是属于第三产业吧。 那这些产业的一个,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跌幅榜的一个前列。 那回过头来,其实上午两波行情啊,第一波起来,还真是高科技。 第一个小时上扬,确实跟刚才我们看的北向资金是相关的。 第二个小时,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一些消费起来了。 我们不妨看几个板块啊。 先来看一个养基板块啊。 养基板块呢,实际上呢,第一个小时也上扬的,但是第二个小时的一个上扬呢,更为突出。 这第二个小时的一个上扬呢,实际上我们刚才就说了啊,是高科技在回落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一个上扬。 其实这个时段还有很多啊,跟消费相关的啊,包括总业啊,转基因啊,等等这些板块都在上涨。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一个小时的一个上扬啊,成交量是匮乏的。 所以在下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指数出现上扬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这些板块啊,我们仅是一个举例代表啊。 就出现了一个横盘的一个走势。 那么高科技,我们也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啊。 我们找了一个光刻胶的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没有高开,平开以后的第一波上涨第一个小时。 那我们可以看到,深谷通的一个资金是不断的一个流露。 而第二个小时,深谷通的一个资金恰恰是回落的。 之后我们看到这一波的一个上涨啊,应该说是波澜壮阔。 下方的一个成交量是有序的一个放出。 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今天的一个上涨是得到了资金面的一个关照啊。 其实我们在上周三,在跟大家解读市场的一个时候呢,已经跟大家有过一个介绍啊。 有一个板块啊,是什么板块呢? 科创板。 科创板呢,从上周三开始,它就是跌创新高。 而且上周,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模拟的一个走势图啊。 从这张模拟的一个走势图,可以看出在这一天已经创出新高。 之后连续几天,都是高点在创新高的一个走势。 而且成交量也是一路配合啊。 这个呢,我跟很多啊,我们的投资者做了一个交流。 那从今天的一个走势呢,依然可以看出,高科技板块啊, 应该说是进阶段,一直在市场当中连续反应。 只不过,今天的步子很大。 所以我们说是卷土重来。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能够走得更远呢? 我有两点是有疑惑的啊。 第一个,今天高科技板块布置是不是太大? 有点像快跑的一个味道。 那么这种心态,在背后投资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我想有赚短线快钱的一个心态,在这个里面。 如果你是一个中线看好这波行情的话,你慢慢买吧。 何必是今天把它推高,追涨去买呢? 追涨买,高点赶卖。 那我想一定是有一种短线赚快钱的一个思想在这个后面。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板块,或者说高科技的一些板块, 涨幅过大的话,一定会迎来震荡。 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同意我的一个看法,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市场的人气是不是完全起来呢? 那我想高科技本身是带人气的,本身也是高风篇的一个板块。 但是不要忘了,还有一个板块,同样是带人气的。 什么板块啊? 券商板块。 看看今天券商板块所代表的一个人气,它是怎么走的。 今天很明显是高开,高开以后尽管始终有反弹的一个走势, 但是很明显被当天的一个军架,这根粉红色线一路所压制。 所以人气还没有到爆发的一个程度。 因此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行情能否向众生演绎的话, 那我认为一波三折,恐怕还是会有折腾。 那这是我对盘面的一个看法,仅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场内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楼胜兰,另外一位是张瑞泽,两位好。 那同样我们要跟大家上来就是交流,有关今天科技股带领了创业版的一个走墙。 那么今天又是一个缩量的一个情况,缩量的一个上涨, 能不能违级这个市场连续的一个上涨? 我想听听两位的看法,先请出楼胜兰。 短线应该没问题。 短线你认为没问题,那言下至于中线是不行的? 中线也不是说不行,中线因为可能和, 这个指数有关系,可能是一个相提震荡。 就是说他每次调整都是机会,应该这么讲。 好,这是楼胜兰的一个观点,再来听听张瑞泽, 你是怎么来看的? 我认为短期调整的概率比较大吧,中期也不太看好, 也是为了调整的概率比较大。 你的看法跟楼胜兰是不一样的, 短期中期都认为调整的一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对,科技板块。 科技板块。 那为什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我来听听张瑞泽的一个看法。 来,有请。 好,我就是把自己的观点一起说一下。 我先说第一个,认为短期市场应该都会调整, 科技板块可能调整的幅度比较大一点。 第二个观点就是, 我觉得长期整个A股就上征指数这块, 我认为比较强。 然后市场风格我觉得可能已经开始切换了。 我先讲一下具体的逻辑。 首先,为什么说短期市场可能会走弱呢? 我们看一张图,这张图是2000年到现在, 就是2019年至20年当中, 12个月里面, 就是A股比较, 哪个月走势比较强, 哪个月走势比较弱, 这是一个收益率均值的图。 这上征指数, 主要是看5、6月份这根线, 6月份是最差的一个月。 然后5月份其实, 从那个20年的概率来说也不好。 所以说5月份, 6月份这两个月, 我认为是调整概率比较大的。 后面还有一个, 就7月份好一些之后, 8月份其实调整概率也不小, 对吧? 从这几个月来看, 就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 应该是处于一个比较防守的阶段, 就是调的概率要比涨的概率大, 就是从历史的这个概率上面来说, 当然不一定说肯定会调, 因为从历史上面来看, 有几年是反而是涨的, 但是这几年涨的话都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要么就是一季度没怎么涨, 就一季度不涨, 或者说前一年的四季度出现比较大的下跌, 这两个概率满足的话呢, 就是二季度就可能会涨起来,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2019年四季度其实是没有跌的, 是涨的, 然后我们今年的一季度呢, 虽然说没有大涨, 但是也没怎么大, 这个震荡的情况, 所以说我认为这两个条件并有满足的情况下面呢, 我觉得A股五六月份调整的概率会蛮大的, 就是短期内的调整, 就是到二季度为止, 我认为概率是蛮大的, 当然我认为大条的概率也不会特别大, 这是第一个看法, 第二个我认为接下来长期来看, A股一定会是比较强的, 我所谓的强是指上升指数, 原因是这样, 我把板块呢分成四个风格, 一个是金融类的, 一个是周期类的, 一个是消费类的, 一个是科技成长类的, 目前来看呢, 科技成长类确实是非常贵的, 而且很多就是可能就是真正没有成长性的, 会被证为, 然后消费率虽然说贵, 但是呢它就是说确定性比较强, 你调的幅度也不是特别大, 那真正影响到整个上升指数大盘的, 主要是金融类的跟周期的影响比较大, 它们都比较低, 所以说从大的方向来看呢, 就是整个指数要出现大调整,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的, 反而往上的可能性比较大, 原因就是可能马上就要迎来一个就是切换, 为什么说马上可能会迎来切换呢, 我就是认为影响指数上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 一个就是基本面, 就是业绩, 一个就是货币政策, 就是钱, 我从四个角度, 四个方面来说一下, 首先第一种就是若是业绩好, 钱也多, 虽然这种情况的话, 就双宽松, 这种情况的话, 那就是我认为指数立刻就会起搏行情, 把前期高点很快打掉, 三千, 我觉得四千点都有可能的, 这个现在暂时不讨历,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双收紧, 就是说业绩没怎么起来, 但是钱收紧了, 这个的话可能会出现大调整的, 现在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也比较小, 那么第三种可能性呢, 我觉得就是, 业绩缓步的复苏, 然后货币政策缓步的放松, 就是小步慢跑, 这可能性比较大的, 就是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现在来看的话, 这样的话就是会导致什么呢, 就是市场分化比较激烈, 会有结构性的行情, 但是我认为时间久了之后, 它还是会有调整的, 那么第四种,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业绩在复苏, 但是钱在收紧, 我说为什么这种情况比较大呢, 我们看两张图, 就是麻烦袁老师切到那个国债期货的, 就是十年期国债期货的一张图, 这张图呢, 是可以看到最近大概十几个交易日上面, 最近的十几个交易日, 你先说, 国债期货的调整是比较大的, 因为国债期货市场, 一般都是机构参与的市场, 国债期货调整比较大的潜台词是什么呢, 潜台词就是指经济可能要复苏, 但是货币会收紧, 这才会导致国债期货有那么大调整的因素, 每一次国债期货出高点的拐点的时候, 都是这两个因素导致的, 所以说我认为机构投资者, 现在有这个预判, 就是认为钱有可能会紧, 但是经济可能会复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再看油价, 目前来看就上个月的时候, 上个月这个时候我们还记得, 还要讨论五月份这个期货的油价, 负油价这个情况对吧, 都在担心这个问题, 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月之后, 现在来看油价的涨幅, 其实也是一个蛮快的速度往上涨的, 不光是油价, 而且从铜, 从这些大宗商品来看都在上涨, 我认为他们的潜台词, 背后的潜台词都是期货, 潜台词意味着认为经济复苏的概率会变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就是跟经济复苏有关系的偏周期类的一些品种, 就是跟油价有关系的偏周期类的品种, 包括像金融属性比较强的一些品种, 我认为他们都会接下来是一个比较大的机会, 甚至我觉得从最近这段时间盘面来看, 周期类的切换已经开始开始了, 这是我现在的看法。 刚才你带来的第一张图, 我相信你肯定是研究报告当中截取出来的, 这点我丝毫不怀疑, 但是我怀疑它数据的一个准确性,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2000年以来, 上证指数的一个单月的一个收益率的一个均值, 我们可以看到显著下跌的, 也就那么几个月吧, 包括9月份, 这几个月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幅度, 跟上方上涨的一个幅度, 我们把它抵消掉, 上证指数2000年以来应该涨幅很不小了, 但是我们实际上没有看到这一点, 所以我怀疑这个图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就看起来似乎不符合我们心目当中市场的一个情况, 这个我们暂且不谈, 但刚才你说的国债, 以及一些商品期货的一个走势, 确实和你所描述的一个状态, 机构投资者的一些想法有一定的一个关系, 我想我们的投资者一定要多听多看多想和你不同的一些想法, 然后对你的一个操作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帮助, 这是咱们张瑞泽带来的一个观点, 那么他的一个观点实际上意味着市场后续可能二八要重新切换, 是这意思吧? 对,对,是。 好,那张瑞泽这个观点已经表明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楼胜兰了, 听听楼胜兰刚才得出了一个结论, 应该说从中长期的一个角度应该是不太一样, 为什么? 虽然还是也从长短两个周期来看吧, 那先说个比较长一点的观点, 就我一直有长一点观点, 就是说这个指数应该是在2600点到3200点这样一个箱体里面进行震荡, 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是2800多, 2850点正好是它的一个中轴线, 那么其实你看我们这一段时间都在2850点上下, 很窄很窄的波动里面去再震荡, 那么其实这是个什么样概念呢? 就是说中长线来看, 我们这个指数的运行就在这个箱体里面运行, 那么所有人都知道股市上去了以后都是要效益来兑现的, 那么如果说3200点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市场的效益是不能够到这个时候去兑现的, 可能是还是也毕竟有疫情影响, 现在复工复产都在路上在走, 然后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地方还要有时间来消化这个整个困难期, 那么很明显在短期以内, 一个中短期以内是没办法兑现这个效益的, 所以对这个指数来讲, 它是有一个上面有一个天花板的, 那么当然这句话倒过来讲, 就是说如果是往下的话呢, 那也不会跌得很深, 那当我是说2600点这个底位, 理由完全是一样的, 就是你看我们整个疫情毕竟都是在控制好, 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然后都在复工复产, 然后各个国家的这种金融救助政策都在体现出来, 那么相信给予时间, 我们也能够走上一个正常的经济生活轨, 所以底部抬高是可以期待的, 对, 这样就是说下其实是有支撑的, 上可能是一个要需要时间来消化的一个, 消化这样一个效益兑现的问题, 所以会回到市场上来讲, 短线的市场来讲, 就是说现在围绕2850点, 这个中线的震荡可能是短线时间, 是一个这样的格局的特点, 那么为什么说, 第二问题就是回到刚才问题, 就短线来讲, 为什么科技, 只要科技在这个盘面上能够有震荡, 震荡它都是会给市场带来一个活力, 怎么讲我上次来记得上次来的时候, 正好这一天是科技股是跌的, 然后大概也是这样一个题目, 就现在科技股跌了又不要满, 那么第二天科技股涨的, 那么昨天科技股也是跌的, 那么大家一看, 今天也有涨起来了, 涨起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可能各种各样的主导性因素, 但是回过头来其实只有一点, 就是科技毕竟是在这一段时间以内, 是我们的一个主题, 所以围绕科技这个主题, 引领市场往上走, 这个是完全是激发人气也好, 市场给市场提供机会也好, 完全是, 就是说这可能是一个短线时间, 是一个特征一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在炒作上, 还是要把握科技板块这样一个主线, 就要抓政策性机会, 又要抓体裁性机会, 又要抓创新性机会, 那么科技的种类也蛮多的, 那主要关注哪些你觉得可能未来的机会更大一些, 那么就说从现在来看, 市场上有很明显的两块主线在走, 那么第一个主线我们看围绕着一摇一料, 这一个板块在走, 电子板块, 电子商务, 远程服务, 这是一条主线, 还一条主线就是民生消费新基建, 自贸区域建设这一条主线, 其实你看, 现在我们其实市场上目前难的是什么, 就是它板块轮换, 确实是很快, 但是再快, 仔细地去看一下, 它就在这个两个主线之间相互的切换, 然后这样切换就把分片的一个高分片的一个风险度就体现在这上面了, 所以回到主题上来讲, 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目前市场的这种震荡是一个常态, 就是你要接受这个震荡, 板块轮动确实是我们操作上要需要抓的一个抓手, 然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比对指数的判断要更有益, 确实市场的一个特征是板块的一个轮动, 并且在这个轮动过程当中呢, 可能高科技的一个弹性更大, 如果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特征, 加以这个自己的一个操作技巧的一个利用, 在这个板块当中自己去切换, 那可能比现实的一个指数行情会更大, 我听下来楼盛兰可能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想今天我们的一个话题是很简单的, 今天市场因为是数量的一个上涨, 能不能让这个市场带领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上涨走得更远,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场外嘉宾, 今天请来的两位场外嘉宾, 一位是牛和鑫, 我们先听听牛和鑫是如何判断这个问题的, 大家有请。 我认为这种数量上涨是可以的, 短期我对市场的观点是, 目前大盘继续保持上升通道中的运行, 不过上升指数离开上轨的压力位较近, 反弹的空间有限, 上升短期的压力位是在2920点附近, 创始继续保持在一种大无浪的上升途中当中, 不过比前期的高低越来越均, 所以反弹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总体来说市场的上升空间并不大, 多数位是一种震荡式的一种螺旋上升, 由于目前的量能较小, 市场要展开全面的上涨概率较小, 我目前的操作, 明天我会逢高减减仓位, 把仓位控制在六成左右, 我主要是一个换仓和轮动的操作, 目前我持仓的板块, 主要是在医疗消费和武器芯片上面, 另外近期也加了一些行业景气度 比较好的科技股的ETF。 好,谢谢牛和鑫, 牛和鑫的一个观点是比较明确, 跟厂内的两位对短线的判断正好相左, 认为是可以维系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福利放松的一个环节, 那么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套2020年主线布局的一个手册, 下载九方字头APP即可领取。 手册呢, 共包含四个部分, 分别是科技股长宝图, 强周期股配置方向, 新基建的投资版图和大消费抄底攻略。 这本手册呢, 聚焦了四大热门主线, 关注细分领域龙头, 跟踪各股投资逻辑, 称得上很实在的投资硬货了。 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载APP来领取。 好的, 我们回到场内, 来听听两位嘉宾, 在操作方面有哪些策略是可以我们用来借鉴的? 先请出张瑞泽, 来, 有请张瑞泽。 好, 我还是看好偏周期类的, 我看好基础化工业龙头公司, 之前其实说过这个, 那我今天来说说怎么去选择这些公司, 选择他们的方法, 大概有四个条件吧, 第一个条件就是要选择跟油价同步性高, 就是他们的产品同步性高的, 第二个就是选择要渠道占优, 品质占优的这些企业, 第三个就是选择行业, 在行业中集中度慢慢变高的这个企业, 第四个就是选择, 就跟上一轮同步的周期底部位置, 比业绩相对说比较好的这个企业, 我一个个来解释一下, 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 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跟油价同步性比较高的一个企业, 我说的油价同步是它生产的产品, 这个企业生产的产品跟油价同步比较高, 我们看张图, 这张图就是我就截取了几个, 什么像乙二酸啊, 纯本啊这些, 跟油价的这个图形, 就走的是很像的, 那么说明他们的产品是跟油价联动比较强的, 那为什么一定要跟油价联动比较强呢, 最能其实刚才也说了, 我刚才从这个大的判断里面来认为, 我认为油价会上涨, 会出现一个反转, 那么因为从就算说大的方向来看, 油这个东西在能源当中的占比是越来越小的, 因为为了什么太阳能啊, 这种风能啊, 这种心能源出来, 油的对油的依赖会比较小, 但是也不至于出现就是说长期下跌这种情况, 我认为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下跌, 这是可能性的, 所以说我认为现在的油的还是很便宜, 所以说跟这个油相关的那些化工品, 它们上涨的概率也是跟随油价上涨的概率很大的, 所以说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生产你的化工品是跟油价相关联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条件就是你的渠道要占有品质要占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整个市场之间环境不太好, 因为油价跌了嘛, 你的化工产品也会跌, 但是有些公司它由于渠道比较好, 然后它的公司生产的产品的品质比较好, 它甚至于在整个市场不太好的时候, 它还能溢价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它的下游, 那说明这样的公司是, 说明它是非常非常强势的, 那么这类公司我觉得是要特别特别注意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行业集中度提高的企业, 我所谓的行业集中度提高, 不是指现在这个企业的市战略已经很高了, 而是指现在的市战略并不那么高, 它未来有提高市战略的空间, 但是很明显它已经有这个速度出来了, 主要就是它和国外的一些同行竞争当中, 具备一些比较明显的优势, 有这样的企业, 我觉得是一个关注度要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个企业, 这个公司, 第四个就是跟上一轮周期相比, 它的盈利能会比较好, 我解释一下就是看张图, 张图就是这是一张油价的这个走势图, 看上一轮周期那个底部我圈出来了, 就是15年的年底跟16年年头的整段时间, 就是上一轮油价最低的那个点, 当然现在比那个时候低点还要低, 那么那个低点相同, 就同一个这个公司, 你选择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那个时候去看它的业绩, 大概就是在15年三四季度到16年二季度这段时间里面, 你看到这公司的毛利率, 看它的业绩营收情况跟现在来比, 如果现在这个时候比那个时候的毛利率还要高, 营收业绩还要更好, 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这几年当中, 那么到现在四年左右的一个周期里面, 它整个市战略在提高, 跟同行之间的差距在拉开, 而且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那说明它周期性的属性在减弱, 也就是说这个公司越来越不像走机股, 越来越像个蓝筹股,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们知道之前有像家用电器这些公司, 本身也是周期股, 后来因为时间久了之后, 市场开始慢慢认可它为蓝筹股了, 那么就变成它的市盈率就会比较稳, 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水位上面, 那么现在我认为如果这一轮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这类公司, 我觉得在下一轮的周期当中, 会被逐步的认可就是周期偏蓝筹化, 所以说我认为这类公司是未来会有比较大的机会的。 好, 这个张瑞泽带来的一个观点应该说很清晰了, 因为什么呢? 以油价, 原油为成本, 原材料的这些公司生产的一些东西, 肯定跟上游密切相关嘛, 那看油价的一个波动, 和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关联度, 从历史的一个角度去比较关联度, 那么现在你看着油价, 你就知道了, 未来它的一个产品, 它的一个关联度是向上还是向下, 那进阶段很明显, 油价开始复苏,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寻找一些化工类的一个公司, 也讲了一些具体的一个方法, 那我想这个呢不妨可以参考一下, 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个楼胜兰了, 楼胜兰给我们聊聊你的操作策略, 来, 好的, 是这样的, 因为最近这个市场上一直在震荡, 那么震荡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讲, 哎呀, 很简单, 你高抛低息就可以了, 对吧, 但这个话好说是好说, 但是做呢要有,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方法, 我就介绍一下自己的方法, 我的方法呢就很简单的一个题目, 就是一个仓位管理, 仓位管理, 这个怎么说, 仓位管理呢, 其实呢就是简单的定义, 就是说你把你的投资份额, 看成是总共一个份额, 然后里边是两样东西, 一个是现金, 一个是股票,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层面就是你这, 拿的股票, 拿股票之间是不是有的相互的有差的, 比如说权重股和体财股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先讲一个现金管理的问题, 就现金管理的问题就是说, 特别现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你的现金和股票始终是二八开, 就是说你觉得好的, 拿八成股票, 差的拿两成股票,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仓位管理,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第二方法呢就是要建立自己一套体系, 就是说刚才讲了, 我们看到市场上现在关心的是两个主线, 但在这两个主线只是一个大方向, 然后呢我个人关心的就是有三个板块, 因为现在板块轮动很多很快嘛, 那么你自己找两个或三个或四个, 那当然顶多也就两三个板块, 那么这两个三个板块之间相互进行比较, 比如说我用的三个板块, 一个是电子信息板块, 电子信息, 然后一个大消费, 一个新基建, 这样三个板块里边, 然后这三个板块里边你选一些股票, 那么它肯定会在市场上表现说, 今天你涨的, 明天, 今天你有涨的, 也有跌的, 那么这个就是高炮机器, 涨上去的, 把它抛掉, 换抽过来的, 把它拿进来, 那么这样一个股票, 那么怎么去定呢, 各个人的方法不同, 但我来定这个板块呢, 就是很简单, 第一个就大方向, 比如说消费可能是个大方向,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确定性, 比如说电子支付啊, 电子支付啊, 区块链这种体裁性的股票, 那它有没有一个确定性, 比如说人民银行在推, 那么各个产业部门在搞, 那么这些是确定性, 第三个呢就是可以掌握一个政策性的机会, 比如说科装板, 科装板的股票里边,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新三板也在推, 然后有各种各样法规, 然后有注册制也在建设当中, 那么这是一个政策性的机会, 那么你把这个三个机会的股票裸列下, 就放在一起, 然后就把前面的现金管理和你的股票的管理结合起来, 做一个仓位管理, 很简单, 很简单, 比如说现在高炮低息今天是涨的, 那么你看你手上的股票, 那八成还是二成, 如果你觉得明天还是要涨的, 那么应该股票是八成, 现金是二成, 今天涨的股票里边, 你这些股票是科装板的, 因为今天科装板相对比较好, 那么政策性比较高, 政策性预期比较高, 那么这是一个涨的股票, 那么可能跌的股票是什么呢, 可能会有一些新基建的基础类的基础类的基建的会有一些跌的股票, 那么你把涨的股票抛掉, 把跌的股票拿回来, 那这个就比较技术化了, 就是说在整个操作当中, 回到市场上来讲, 在整个操作当中, 第一, 要建立你自己的一套方法, 然后建立自己一套的评判标准, 第三, 要符合市场现在这样震荡的情况, 当然前提就是现在震荡这样的情况, 那么你可以提高一下你的资金效率和盈利效率, 其实对于散户朋友来说, 仓位管理很多人都不了解, 就刚才楼盛兰谈了一下, 我也很有体会, 其实我们引入一个金字塔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金字塔的一个管理当中, 很简单, 股票就是正金字塔的一个方式, 底部仓位应该重, 越涨我的仓位应该越少, 现金倒过来, 到金字塔, 底部的时候我要最少, 往上涨的越多, 我手上的现金应该越多, 那么刚才又引入了板块之间的一个轮动, 怎么要轮动呢? 那我想在底部的时候, 板块你可以分割, 这个时候要随着技术的一个操作, 看各个板块的一个技术面, 谁强我谁就多, 谁弱我谁就少, 可能这样考虑的话, 那你的一个操作就更偏向于机构化, 这个不谈了, 那接下来还是要请出另外一位场外嘉宾, 莫维华, 听听莫维华, 对于今天这个缩量上涨是能不能违纪, 我想这个问题要听听他的一个看法, 有请。 今天科技股带领创业板走强, 那么今天的上涨虽然是缩量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上涨还是能够维系的, 那么在今天科技股的上涨中, 芯片板块是领涨的, 那么从芯片板块的指数上来看, 今天的阳线对昨天的阴线构成反转, 所以我是继续看好后面的芯片板块的, 那么在这个股的具体走势上来看, 是以今天阳波印走势的个股为主, 今天是缩量抵抗式上涨的个股, 但是要回避的, 那么其实我认为也是因为这种分化的走势, 才构成了今天的市场整体的缩量, 但是并不影响芯片板块后面的继续看好, 那么除了看好芯片板块以外, 对最近活跃的稀图板块, 那么我也是比较看好的, 那么对于稀图板块里面强势的品种, 我认为是可以封电埋伏的。 好,谢谢莫维华, 那看来今天两位场外嘉宾的一个观点是一致的, 这个缩量上涨是能够维系的, 而两位场内的嘉宾认为短期恐怕有问题, 但中长期场内的两位还有分歧, 不知道我们的观众你是怎么想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有看头来的板块, 要请出姚中元, 那今天市场应该轰轰烈烈, 不知道姚中元从中能够发现哪些机会, 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来的讲师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姚中元。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 五月的行情已经过半了, 那上证指数在2850点到2900点之间是莫及莫及了9天, 那这个当中有一个重要的线索, 或许会给你在未来方向的判断上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性,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张PPT, 我们知道上证指数在进入五月份之后, 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累计上涨只有1.3%, 可以说这个涨幅不算特别大, 但是这个当中北向资金却没有闲着, 在过去的10个交易当中我们统计发现, 有将近约298个亿的资金, 目前是在这个盘整区间内是连续低息的, 那这也说明这批大资金在未来的盘整过后, 对于方向的选择性上依然是保持看多的态度, 那我们其实也不难发现在这两天市场当中, 北向资金已经是连续三天净流入开始有递增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不是也暗示着未来市场向上突破的概率和日期在逐渐临近呢? 那我们再回到盘面当中来看, 其实今天市场当中不难发现, 很多个股都表现得非常活跃, 而且我们发现有一些板块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突破迹象, 比方说像我们近期大消费板块当中的一些新零售板块, 在前期盘整过后呢, 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放量突破的这种情况, 那这也说明市场在逐渐回暖的迹象当中呢, 短期有突破的板块出现, 或许已经到了一个短期变盘的时间节点当中,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适度的在这个位置当中去寻找好一些即将强势突破的品种, 那我们这两天呢, 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些在目前为止三千多只公司当中啊, 有哪些在这两天市场当中, 有明显机构资金介入之后出现技术形态突破, 同时散户资金有撤离的这些资金博弈类的突破的这样一些策略池, 那如果你也想在当下的风口上去寻找好一些短期有望, 进一步向上进攻的这些突破品种的话呢, 你今天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领取这样的一个资金博弈的这样一个短期 突破的一些品种策略,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张PPT, 我们知道前面也讲过, 北向资金连续介入之后呢, 有一些板块或许在这个位置当中有轮动, 那我们前期所看到的北向资金驻扎在一些汽车板块当中, 在上周五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聊过, 汽车板块当中目前有将近约17个亿的资金在这当中, 那昨天北向资金有一个轮转之后呢, 我们发现依然汽车零部件这一些板块当中啊, 有将近约15个亿的资金, 它保持按兵不动, 那从技术面层面来看, 它前期上涨之后回踩的正好是这两天的平台, 而今天的这一根反升向上的阳线呢, 很明显有一根跳空洗盘的这样一个作用在, 那对于我们根据北向资金去进行轮动操作的, 又避免一些短期板块轮动节奏的话, 那这样一个汽车零部件板块呢, 或许会在这两天的轮动过程当中给大家一些惊喜的, 那当然这些板块当中有哪些突破的, 你也可以今天通过扫码来了解详细的信息, 那最后呢来看一下一张科技版的这样一个走势图, 那我们知道科技版昨天是下跌的, 那么今天市场当中有一些板块, 或许是有逐渐有洗盘行为的, 那像软件服务板块其实上周我也提过, 目前在这样一个平台上方保持震荡, 但是在昨天下跌过程当中呢, 量能并没有放得特别大, 而今天是反升向上反包了昨天的阴线, 或许对于科技板块当中的您来说, 有一个关注的这样一个方向在了, 好的,那今天的技术讲解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面把时间交换给老袁。 好,欢迎回来, 那么今天的一个缩量上涨能不能维系, 我想是我们很多观众也关心这个问题,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呢, 马上来揭晓答案来看看我们的观众是如何选择的。 学超股,上九方志投, 九方志投, 时正买股票学习平台。 大家好,我是黄伟, 炒股不能凭运气, 要靠好的方法, 那我会把我实战中日常讲解的, 三阳开态抓超跌, 介绍给大家, 现在扫码领取一份, 跟着我一起抓超跌。 三阳开态抓超跌, 贴近盘面的场景教学, 找到案例股, 分析个股的超跌形态和放量规律, 教你掌握超跌标的核心炒作逻辑, 把握到手的反弹机会。 没有逻辑, 寸出难行, 眼睁睁看反弹, 却总是追高被套牢。 如果你依然没有好方法, 建议扫码领取, 三阳开态抓超跌, 我们教你学逻辑, 明明白白做投资, 通过每日视频教学, 案例股总结详解, 理论结合实战, 提高你的选股能力。 同时, 黄卫老师还总结了四种经典百入形态 和五种卖出注意事项, 轻松把握, 买卖节奏。 现在扫码领取, 找准机会再做交易。 和谐中华, 语度滋润, 和肥贵。 由于预期落空, 在上周一股连练, 中国方股对美将分担。 炒股何必这么累? 快上九方志投。 学炒股, 上九方志投。 九方志投, 《十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本节目由《十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欢迎来到微信联联看 存量资金博弈的市场结构性的机会 如何来把握呢? 来分享一条微信平台上 观众朋友们的留言 目前市场受到外围因素的扰动 震荡人士主旋律 从各大指数强弱对比来看 创业板强于护指 护指强于上振50 在存量资金博弈的框架之下 上振50的走弱 给其他方向提供了流动性 目前市场的主角 仍是消费和科技两大板块 但是翘翘板的效应明显 所以操作上更需要注意节奏 低息为主 不如追涨 我们也欢迎有工作的观众朋友们 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 发表您对于市场的看法 接着请袁建新为我们揭晓 今天微信的投票结果 好 欢迎回来 关于科技股带领科创版的一个走强 缩量的一个上涨能不能维系 这个问题我发现答案还是比较接近的 回答能有42% 回答不能的58% 差距不是很大 同时两位嘉宾的观点的一个支持度 差别也不是很大 楼胜兰是44% 张瑞泽差4个百分点 那么这是今天投票的一个情况 再来看一下观众的一个留言 第一位说周一指数回探一天以后 今天重新进入上涨波段 这个上涨波段还没有走完 如果没有外在因素来打断的话 市场仍然会按照原先的一个节奏 继续上行 明天有望挑战 左侧前高2914点 这个是第一位观众 第二位说 昨天科技股大跌 今天市场的关注焦点 以及资金参与的重点 又回到了科技行业中 但是科技股仍需关注后市修复力度 若持续性一般 则会影响市场的情绪 目前A股反弹进入强压力区域 市场成交量不足以驱动指数大幅上涨 只能是结构性腾挪的行情 且板块轮动加快 这是两位观众的一个看法 那我想更多的一个观众的一个评论 我们会通过滚动字幕的一个方式 展现给我们所有的观众 一起来欣赏 那稍次休息 我们要回到明日抢先报 那今天这功跳空上涨的K线 到底技术上如何来判断 我们稍次休息 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大家好 今天将会把我们在实战中 经常使用的短线操盘系统 三根均线买卖法送给大家 只要扫描二维码 每位朋友都能领取上手使用 三根均线买卖法通过 5日 13日 21日三根均线 轻松教会大家 短线股票的买入卖出 及持仓思路 简单易懂 到底能不能帮你抓住 低位上涨拉升的股票 你不妨扫描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市场上炒股的指标虽然不少 但是适合自己的短线操盘系统 却少之又少 三根均线买卖法区别于 传统的50 20日均线 参照菲伯拉切数列 对指标进行修正 并通过大量实战案例 视频教学等方式 系统帮助大家 构建自己的短线买卖模型 严格执行 把握机会 现在扫描二维码 立即上手使用吧 大盘震荡注底 市场拐点可能随时到来 这些资金重点布局的领域是什么 现在就扫描二维码 了解外资资金的最新动向 同样是抄底 机构投资者往往如鱼得水 普通投资者却常常碰壁 如何才能彻底解决这种投资困境 现在就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机构资金抄底特刊 跟上机构思路 提前布局下一个市场风口 投资 跟紧主力 踏准节奏很关键 再次提醒 还没有扫码的朋友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我们对外资资金的 最新研究成果 跟上主力动向 把握后世机会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征战古海 瞬息万变 锦囊妙计 定胜负 纵观市场 波鬼云爵 火眼金睛变英雄 择时重与择 跟随大资金 用数据数化 顺势而为拥抱成长 慢指使快 盗注无数 远行业 看业绩 行业为刚 趋势为晚 波段交流 投资达人 席剧一谈 众说纷纭 华山论剑 每个交易日晚七点 谈股论金 为您开启价值投资盛宴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股论金节目 赵老师选策略挑股票 就上九方志投 在周三的操作当中 我们该观察哪些领先指标呢 接着就跟随袁建新 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欢迎你回来 今天市场是普遍是出现了一个高开 然后探底到五日均线的位置 方才获得了一个支撑 那么这个位置是昨天我们给出的参考波动区间的一个上限 五后是再度出现了一个走墙 最后收了一个数量的梯子阳线 涨幅其实并不小 那从走势的一个角度来说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说 如果守住这个六四均线的话 那将会在上方的半年线和六四均线之间来回震荡 那么现在呢既然守住了 那就有机会再去探上方半年线的一个压力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目前月线转多周线多头 日线呢又回到了转多的一个趋势 可以谨慎持有 明天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 2879到2923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六十分钟线的一个情况 其实六十分钟线上呢 今天就是很明显的 第一个小时就是一个跳空高开 从昨天把短期均线组全部丢失 到今天直接开盘就站上去 这就反映出了市场的一个强势 之后仅仅是回探到什么 五小时均线就不下探了 五后呢开始越走越强 所以最后呢是离前高 或者说离2900点 只是一线之遥 最后是再探前方的2914点 那应该是提中之一 从指标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目前是一个多头啊 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呢 同样大幅高开 回探接近2095点到2125点区间的一个上限 那有一个起稳的一个动作啊 收了一个数量的一个垂头阳线啊 明天呢应该是有机会去上方啊 在这个位置啊 是2163到2175点左右 有这么一个缺口啊 有可能去补这个缺口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说 月多周多日多的一个趋势 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明天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 2126到2153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60分钟线的一个情况啊 60分钟线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和上证指数一样 直接跳空就来到了短期均线组的一个上方 同样回探不破五小时 午后呢是再度上扬 后市成交量能够稳住的一个前提下 无论为新高在望 指标呢 目前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氛围 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这是明日抢先报的一个内容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 再回到场内 再来请出两位嘉宾 明天周三如何操作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由于预期落风 在上周一股连练 中国方式对委加半括 炒股何必这么累 快上九方志投 学炒股上九方志投 九方志投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在家办公 但是我依然拥有体面的办公地址 在家办公 但是我还能接听办公室的电话 在家办公 秘书和前台 仍然可以按照我的指示 接听电话 并且转接给我 拥有一间市中心的办公室 以及遍及全球的办公网点 供我使用 在家办公 也可运筹帷幄 全靠我的专属支持团队 市服宏图虚拟办公室 远程办公方案专家 赶紧拨打 400-689-6855 鱼润空间设计 空间改造专家 在鱼润 两房变三房 收纳空间轻松翻倍 两房 平面设计 报价 宴房全免费 还有家具免费仓储服务 在没有决定装修前 不收一吨钱 马上拿起手机 扫描二维码 或拨打6457-6688 了解更多详情 在鱼润 60平米机以上 半包每平米666元起 60平以下一房一架 不露相 不加价 8000平米展厅 主材随心选 高于市场价 差价五倍返还 想知道装修要花多少钱吗 马上拨打6457-6688 或扫描二维码 找到答案 施工进度 材料验收 工程质量 微信实时监控 还送第三方监理 隐蔽工程保十年 其他工程保三年 我们就在桂林路418号 地铁9号线直达 不方便来公司 就拨打6457-6688 或扫描二维码 鱼润为你解决一切装修难题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海纳百川 海聚英才 2020年上海高校毕业生 闯上海创未来 青年人才计划 重点扶持行动 已经热烈启动 提升城市 活力 动力 创造力 后直都市 人才 英才 天下才 闯上海 创未来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由于预期落风 在上周一股连练 中国方式对美 加上 炒股何必这么累 快上九方志投 学炒股上九方志投 九方志投 石正海股票学习平台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正在交易的 欧洲市场的一个情况 昨天欧洲市场涨势如红 今天是冲高回落 目前是小幅下跌 另外到琼斯等几个 股指期货的一个情况 是涨跌互线 但这个涨跌幅度都很小 回到场内 来请出两位嘉宾 先请出战略者 明天你会如何操作呢 明天我 因为我自己现在操作 还是几乎满仓不动的 然后我认为在等这个切换 我基本上短期内 是不会动的 我刚刚说一下 稍微再补充一下一个点 就是之前说周期的事情 因为我现在看好 不光是化工的 有色什么都看好 就跟周期有关系的 我觉得就是怎么去挑呢 其实关键还是最后那一点 我觉得蛮重要的 就是说怎么去比 有色跟化工哪个好 会有这种情况的疑问 那么就会比 同样在上一轮最差的那个时候 或者说你再往前推两轮 就08年到现在 是12年当中 你去找最差的时候的那个业绩 如果那个时候的业绩是负的 如果你比那个时候 是业绩是负的 那个一个是业绩是正的 那肯定正的比那个负的好 还有就是相比来讲 这个最差的业绩 跟最好的业绩 当然弹性最大的那个 其实也是更好的那个 所以说我现在看法 就是互相去比的话 我认为整个周期里面 化工的应该要是更好一些 要比有色的要更好一些 大概是我是这样的看法吧 好 谢谢张瑞泽的一个补充 回到厂内再请出楼胜兰 那楼胜兰接下来会怎么操作呢 还是一个就是前面的一个问题 就现在板块切换确实是很快 那么用现在的观点来看 就是说如果科创板相应的板块 或者个股体材有涨幅高的 一定要抛一下 然后对前一段时间 比较低的股票 比如星期间里边 有没有一些低的股票 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这个可能比较市场化一点 就是高抛低息 实际上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态 这个盈利的一个期望值要降低 对对对 就是说因为你看中一个股票 看中一个股票是 毕竟还是要承认它的波动的 比如说我们都说 靠科技板块都很好 那都知道很好 但是芯片你涨上去也很好 跌下来也很好 也要承认比如说上 昨天跌的时候 芯片跌得很多的 对 因为现在因为涨 越是涨得多的股票 越是它的低幅就很明显 会影响你的心理问题 所以这机器要签 他说现在的电信电来 一天一个假 你可以去做做这个生意 我要我这就是我的质人 我真尊重 别是你今天完成这个任务 我干了一辈子 我不甘心国产男人 全部被外国求拿掉 实际上 要求有小产品 没有小买卖 我就接到了第一封信 请停止新耀的慢性自杀 说你再好有国外的好处 无论如何 要有自己 我们要么不做 要做就是要做第一 我不敢回应我的故事 我没有一个地方冒险 我念得多 我手边就说 力量下降了300% 内部有没有怨言 怨言是很多的 一个卡一卡过 过一个卡上一个台阶 我觉得其实他心态比较强大 勇敢去面对 走出舒适去 进步是必须 在一个不容易担心 影响的含义 他们就成功了 你成功功 不过死精文 坚持到地就成利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 室内外排气通风 超龄燃气气具 请及时更换 请使用安全型燃气气具 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观众朋友晚上好 本京时间20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私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 今天是2020年5月19号 519在我们的股民心中 那是一个烙热 我们下期见到一分钟开始响핑了